哈喽大家好我是马克 欢迎来到美国之音的烟一顿节目 西方国家承诺的主战坦克和步兵战车 目前陆续运抵乌克兰 在外国接受培训的乌克兰官兵也已经返回 俄军的攻势达到了高潮 乌克兰部队在继续足够装备之后 很可能会发动春季反攻行动 目前俄罗斯对巴赫木特的攻势正在停滞 俄军可能会将攻击重点转移到阿富蒂夫卡 斯瓦托夫和克雷明纳地区 乌克兰国防部证实 多种型号的西方战车已经抵达 包括德国的鲍尔坦克和黄鼠狼步兵战车 英国的挑战者二坦克 以及来自美国的斯特赖克和美洲师装甲车 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子尼科夫周一视察了部队的新成员 挑战者二坦克和黄鼠狼步兵战车 还有美洲师装甲车和斯特赖克装甲运兵车 他在社交媒体上说 一年前没有人会想到我们伙伴的支持会如此强大 英国国防部同一天也表示 乌军的坦克手已经完成了挑战者二的训练 并都回到乌克兰 德国已经向乌克兰移交了18辆先进的鲍尔坦克 3月27号晚 德国总理舒尔兹在与荷兰首相马克·旅特 举行联合记者招待会时证实了这个消息 舒尔兹强调德国提供的是非常现代化的坦克 是最先进的鲍尔A6 除了坦克 德国还支援了两辆水牛装甲救援车 另外40辆黄鼠狼步兵战车也已经送到乌克兰 波兰则提供了14辆鲍尔A4 葡萄牙提供了3辆鲍尔坦克 也已经抵达乌克兰 除了鲍尔坦克之外 德国还在2月份宣布将与丹麦荷兰一起为乌克兰提供178辆鲍尼坦克 今年1月 英国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14辆挑战者二主弹坦克 在泽连斯基访问英国之后 英国又追加了14辆坦克 美国则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31辆M1A1主战坦克 这样可以在今年秋季交付 1月底 乌军坦克兵到英国接受训练 受训者包含已经具备实战经验的军人 和军事经验趋近于零的志愿者 英国的挑战者二曾被称赞是世界上防护性能最好的坦克 也是世界上第三代现役主战坦克当中 火控系统最先进的车型 它的首发命中率高达95% 可以识别战场上4500米以内的敌军目标 跟踪与射击2500米以内的运动和静止目标 挑战者二是世界上第一款具有搜索猎杀能力的坦克 观测仪可以在搜索与瞄准功能之间切换 随着乌军坦克手返国 英国国防部也释出了26分钟的纪录片 记录了训练的幕后 根据影片说明 对乌军的训练相当于将英国陆军数个月的正规课程浓缩到一个月内 训练场地模拟多样作战地形和气候条件 课程也包括了坦克实弹射击 英国提供给乌军的挑战者二坦克将使用贫油弹药 虽然贫油中有油字 但其实并没有放弃性的油 根据联合国裁军研究所的定义 贫油弹药不属于核武 关于贫油装备 很多人都有误区认为会有核辐射的问题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天然油中有油238、油235和油234三种同位素 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没有放弃性的油238 它占天然油的99.275% 而有放弃性的油235只占0.72% 用作核燃料的油235需要从油矿中不断提炼和浓缩才能使用 当油235被提炼走了 剩下的油238和油234就被称作核废料或者是贫油材料 这种材料软软的和金属签差不多 因为有放弃性的油235已经被提炼走了 所以贫油材料基本没有放弃性了 如果像这种贫油材料中加入 一、钛、乌等稀有金属 这种材料的性质就会发生剧烈的改变 它的密度会变成钢铁的2.4倍 硬度也变成了钢铁的2.5倍 而且用贫油材料制作的穿甲弹在穿透目标时 会因为自锐现象而更加锐利 因此贫油弹头比相同质量的乌弹头具有更强的穿透力 而且爆炸反应装甲对贫油穿甲弹的防护作用有限 虽然贫油弹没有放射性 但俄罗斯总统普京却故意说 英国将向乌克兰部署放射性的武器 借故称俄方遭遇来自西方的核威胁 在3月25号宣布应白俄罗斯的邀请 准备在白俄领土上部署战术核武器 相关储存设施预计在7月1号以前完工 此外 俄方将于4月开始训练白俄部队操作 能搭载核弹头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 作为应对 北约正考虑在靠近俄罗斯边境地区派遣30万军队 包括第一梯队的10万名士兵和第二梯队的20万支援部队 不过这个计划面临很多挑战 北约30个成员国的领导人 将在7月11号到12号在立陶宛举行峰会讨论这个计划 就在3月21号访问俄罗斯的习近平和普京一起发布了 中俄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在声明的第7部分明确写着 所有核武器国家都不应在境外部署核武器 并应撤出在境外部署的核武器 中俄官媒当天同时刊登了这篇声明 这个声明笔记未干 俄国就宣称要在境外部署核武 不过也很难判定习近平会认为 俄国境外部署核武就是打脸自己 因为中共自己也常常将对外承诺视为无误 习近平最近的访俄活动中 中共官方宣称是为了调停俄乌战争 维护世界和平云云 但外界语伦认为 中共只是打着和平的幌子 加深与俄罗斯的联盟而已 试图抱团取暖对抗自由世界 好了今天就聊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请继续关注美国之音的英语顿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